中国打压台湾 在国际上算是常见的 但是如果在防疫期间 还24小时的派军机扰台 总统蔡英文可就忍不下去了 还直接往痛处攻击 蔡总统直接开枪说 这个时候军事动作没有意义 没有必要 最重要的事情 赶快控制疫情 蔡总统露出一抹微笑 防疫武汉肺炎 台湾相较其他国家 目前做得还不错 但中国却在24小时内 两度派战机绕台远航训练 先呛要挫败磨毒 接着要民进党当局别玩火 军事的动作确实是 没有这个意义 也没有这个必要 在这个时候 我倒是要告诉中国 最重要的是赶快把疫情 能够控制住 一句话酸爆中国 但对岸长期打压 台湾好不容易我国突围 可能以视线方式出席WHO会议 蔡总统自然不会放过 呛声机会 电商参与这个只是第一步 那我们也希望持续的争取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 以实质的参与为我们的目标 持续的打压 持续的阻止 跟台湾的往来 不但不能够达成他们原来设定的目标 反而让大家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不好 这是一个中国自己要好好检讨的事情 似乎拉出高度教训中国 但蔡英文也没忘了人有近千武汉台人 因两岸角力没办法回台 包机的事情 我们还是持续的在跟对方沟通 那我们的原则不变 初心也不变 我们弱势优先 那么简易优先的原则不变 踩住底线 呛中从去年开始成为辣台妹的记号 现在因武汉肺炎全球受害 对民进党政府而言 或许也是扭转台路不对称关系的机会 东森新闻李军张良浩在桃源报导